中 中台湾被十月选举 温度计蓝绿摇摆不定 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赵少康之言 赢了中部大选就能赢 而绿营中部也力拼实习保卫战 而蓝军则是有台中市长 卢秀燕加持助攻 只是这场选举似乎也沦为了抹黑之战 绿营从中央到地方串联盟攻这个违禁案 而台中的第二选区候选严宽 可能要上演王子复仇记 收复师徒 决战中台湾 因为北部南部票就把它平掉了 你中部会赢的话 整个大选就会赢 上届总统大选 大台中蓝绿相差18个百分点 至于立委席次 台中召唤南投 民进党占了七成 这回喊出十席保卫战 而蓝军从政旗鼓凝聚士气 中二选区 严宽恒要再占林静怡 上演王子不愁记 台中第二选区 十年来历经五次选举 得票率相差都没超过百分之五 代表传统政治版图 早已松动成为摇摆区 也让林静怡连任之路出现了变数 像一串蜡肉一样掉在那里被打 被抹黑 被造谣 选完 没有了 全党打一人 从去年立委补选开始 中央串联地方连线作战 狂打严家豪宅围剑争议 补选直战 严宽恒不敌全党动员之力 与林静怡只差七千多票 吞下败仗 但就在严宽恒 领表登记后六天 检调再次大动作搜索 让严宽恒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国民党一直都有 这个侵占国有地 在上面盖違建的DNA 违章的部分已经都拆除了 那我想要请问 赖清德副总统的违章 有没有处理 你能我不能 绿能蓝不能 全战破脏水 政治浅见大军 更职工难投第一选区 他就是把资料 为什么他要卸给韩国 我在这里 要跟民党说 把出卖台湾 这四个把它吞回 不甘被扣上卖国的大帽子 说正话来自清 马文君从不理政长到立法委员 风光写下六连胜记录 其中四次立委得票率全数过半 这回对上民进党籍 曾任正名代表及两届议员的蔡明轩 但似乎就怕这道菜不够看 绿营另辟战场 仅咬马文君老家农舍为鉴 只是赖清德老家为鉴不拆 马文君言宽恒 却是没日没夜的被全面追杀 中台湾如同选举温度计 蓝绿抢摊都有 殊不得压力 记者曾伟强 你会并无奔心 台中南投报导